哈哈 杜晓得 都晓得 诶 晓得 到咯 起床咯 杜老师 杜师母 你们不下来休息一下吗 琪琪啊 非洲的科学家 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 大猩猩已经生了 我们要马上赶去机场 坐24个小时的飞机去看它们 哇 小猩猩出生 听起来好酷哦 爸爸 我也想去看小猩猩 哈哈 明年 明年就带你去看小猩猩咯 你可以先认识这里的动物朋友啊 小德 这里有狗狗 鸭子 小猪会说话的鹦鹉 有时候晚上还有猫头鹰哦 猫头鹰 没问题的 你一定会在这里度过一个很不一样的暑假哦 小德 你会好好照顾自己吧 但是我还是很想看小猩猩 我真的不能一起去吗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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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好 好 妈妈听到了 如果你和农村里的动物们都变成好朋友 和它们相处得很好的话 明年我们就一起去非洲好吗 好 一言为定哦 好 一言为定 琪琪姐姐是我们家族的好朋友 小德 你可以一起答应我 对它要有礼貌吗 嗯 可以 小德 下车咯 爸爸妈妈要去赶飞机咯 小德 别忘了你的茄子背包 还有里面的宝贝呢 琪琪 谢谢你 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给我们哦 拜托你咯 应该的 你和德老师放心做研究吧 小德一定和你们一样会和动物们成为好朋友的 那我们走咯 小德拜拜 拜拜 再见 爸爸妈妈拜拜 琪琪姐姐好 小德你好啊 欢迎你来到农村 我们去看看你的房间吧 哇 琪琪姐姐 这好酷哦 小德 你喜欢吗 坐了一整天的车 你一定很累咯 先把包包放下 琪琪姐姐去拿点心给你吃哦 你 你是刚刚的 我是方圆白领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点点 点点 什么 你听得懂我说话哦 那我要去挤牛奶咯 要来吗 嗯 你先吃点心 我马上回来哦 嗯 嗯 闷死我了啦 对不起啦 你说的话我都听得懂 不过你得保密 你是多小的 什么都小的 欢迎你 光临 咦 你怎么了 嗯 想到很久都看不到爸爸妈妈 就有点难过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度爸爸度妈妈去哪里了呢 他们每个暑假都会去非洲做研究 研究大猩猩 他们说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城市里学不到的事情 所以要我一个人来这里度暑假 嗯 没关系 我们会陪伴你的哦 如果你开心 你就唱哈哈 哈哈 如果你不开心 也唱哈哈 哈哈 和朋友一起唱哈哈 哈哈 一个人也开心唱哈哈 哈哈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地方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地方 无时无刻都开心唱哈哈 哈哈 那今天你就唱哈哈 哈哈 下雨天你也唱哈哈 哈哈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地方 无时无刻都开心唱哈哈 哈哈 谢谢你点点 我现在开心多了 呵呵呵呵呵 謝謝你小德 这才是真正的牛奶浴耶 哇 这真的是牛奶浴耶 喝牛奶也唱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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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城市的乡村 舞蹈中和散大阳 穿着我的鞋子火箭 出发旅行曲 拉拉拉拉拉拉拉 田曹 没错 不管上山小海 往南西北 都有我足� 觑觉动物的问题 跟我到城市有里 拉拉拉拉拉拉 山下 都晓得 什么都晓得